1 2 1 我是老板娘 晨晨 二位客官看着 不像本地人 我们是做买卖的 路过此地 这个店就老板娘 一个人吗 当然不是啊 阿勇 出来 给两位客官打个招呼 这位 是小女的夫君 这是我的儿子长命 下着二位客官吗 你儿子很可爱 我做特别 可惜了 可惜什么 那可是他 最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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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邪魔 救命 啊 空影碧方大王 这身皮脑我喜欢 沃尹门那老头就藏在这个镇上 他已是苟延残喘逃不出去了 甲还在他的身上 我们必须赶在沃尹门之前找到他 跟了我三四年一点都不随我 你怎么这么熟 说说吧 那贾明为什么欺负你 他让我叫他老大 以后跟他混 这不疼 您尝尝些 那你怎么不叫 我就不叫 辛苦了 您尝尝 叫你一个老大 看不出来 你还真是个好够特色 这不疼 尝尝我做个烙饼 谢谢 所以说 人只有强势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不要 不要 烙饼 喂 至于这些 就送给要饭的吧 那你干嘛还收啊 我可以不收 他们敢不给吗 啊 别想了 谢谢赵普通 大道刘三行 夜处火多 一道神之宝 继续流离斩 下一头三之火 终间附近 又成功捕达此道飞蛇 赏天心 看来就在这附近了 本阵之手 何时可到 快了 不等了 总门此次召集各位前来罗刹阵 是有重任于此 盘古墓之室想必大家都已听闻 情况岌岌可悲 不幸中的万幸是 天老前辈带着假逃了出来 他一路躲避妖人的伏击 最后原神暗示在这罗刹阵 如果被毕方嫌找到他 毕会持假开议 后果不堪设想 追查大道刘三行 由我负责 承西郊枯井无头诗案 大丰 小和 你俩去查 是 豆腐房孙奶奶家 狗丢失的事 我去吧 好 那就让 周同去查 有事留意 无事算成 是 大人 老大 奖定来了 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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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道歉的 调姐 昨天是我的错 您大人不及小人故 就别跟我一边见识了 啊 老大 奖定来了 老大 你的事儿 自己看上办了 你有事儿 你是不是真新的事儿 您要认识了 快点儿 我忍不认识了 你不过来 我自己乱就了 你不过来 你不过来 谢给您的 拿走 这个 说是传奇故事当中 物影门泥塑 相传 是熟识物影门的工匠制作的 知道您好这个 所以 可惜了